南投仁爱乡26号传出有民众食用河豚生鱼片却不幸身亡的汉事 死者是当地一名红杏小吃店老板 25号晚间他把日前朋友送的河豚 做成火锅跟生鱼片邀请8名朋友到店内享用 不过隔天一早有朋友不舒服想追问红杏老板怎么样 才发现他倒在店内没了呼吸心跳 而当天受要吃河豚的朋友也表示 中午的确有在厨房看到整箱的海产也包括河豚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河豚的肚子好像是已经有点胀胀的 有可能气压的关系里面已经有破掉了 是什么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11点多 跟他叫我去吃一下 那时候火锅已经那锅糖已经吃差不多了 然后摄影片是剩下两三片这样子而已 我是想说我不敢吃摄影片 而其余吃河豚的八人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究竟是不是料理河豚出现疏失 导致红杏老板身亡 卫生局已经到小吃店采集食物 检体化验 警方除了报警检察官法医相验 也在地内找到送货单 发现死者跟一名基隆爱钓鱼的朋友 常有往来 之前他也曾寄河豚给死者过 而整起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哦